是街餵鴿 已令人神真鬼厭 家裡變成餵置場 更對鄰居構成滋擾 還令地方骯髒骯髒 7月份 我們報導過 在港島南區的海宜半島 有人在自己屋內餵白鴿 每天定時定後 打開窗戶 把白鴿引進去 造成附近鄰居不變之餘 還帶來衛生問題 時隔三個月 又有人向我們報料 有人在單位外面窗台餵白鴿 而事發地點竟然又是海宜半島 同一個屋苑 不過不同的座數 我是海宜半島的居民 昨天我在家裡 大概下午兩點半 我在我的廳看出去外面 誰知道被我看到 在我旁邊的單位 有人放東西在花槽裡 吸引白鴿飛進去 我看到差不多有二十多隻 在花槽裡這麼一次飛出來 很多 我也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會這樣去明目張膽 現在已經有法例了 都已經繼續在這裡餵白鴿 搞到整個屋裡的衛生問題 都令人很煩惱 我經常在花槽外面 都會看到一些白鴿在那裡榴槤 然後他們會留下一些排泄物 所以我經常都很煩 都要去想方法 去清理花槽外面的白鴿的排泄物 希望保持衛生 之前也有禽流感 最近這幾年又有新冠病毒 始終保持衛生 應該每個人都會責任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居民 還是這麼沒有公德心 難道他們真的不怕 再看多次他餵鴿的過程 看到攝氏單位的窗台外面 掛了幾條紅白色膠條 裡面都晾了衣服 窗外不時都有白鴿停留 接著窗突然打開 一名疑似工人姐姐的女子 拿了碗好像飯的食物出來 倒在窗台 野鴿看到馬上飛撲過去開大餐 有時有些糞便在這裡 就差一點,不太衛生 有時會用水擠走它 當然不好,又不衛生 又會惹來更多白鴿 很多座都會有這種情況 白鴿…白鴿是治療的 就算沒有法律禁止 也不應該衛生 我在海宇住了30年 早年是沒有這種事的 這幾年是越來越多 營費夠了,你執行而已 你執行就可以了 你不執行,你給刑罰是沒用的 不管你,你永遠有任何控訴 你有甚麼用的 貴致野鴿罰款已經加到5000戴元 最高刑罰更加可以達到10萬元 以及監禁一年 對了,別以為在家裡為沒有人發覺 證據確鑿 不想犯法,收手吧 那… 呀… 你…